没有别的福音是今天的正道主题 这与我们刚刚结束的读经乐有着紧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欢庆读经乐《哥罗西书与斐里门书》的顺利完成 我相信大家有值得感恩的经历还有得着 我也相信我们已经知道了像旧约里信徒所隐藏的奥秘 对吧 那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得荣耀的盼望 根据《哥罗西书》一章二节 上帝要让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得荣耀的盼望 而两千多年来 《哥罗西书》的信息不断在坚定信耶稣的人的信心 其中的两节经文就是 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祂而生活 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 在祂里面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充满着感人的心 可是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靠祂而生活 在祂里面深根建造 生活就一帆风顺了吗 今天我们要从加拉太书来看看 信徒离开呼召他们的上帝 随从别的福音的速度 就连保罗也感到惊讶 今天我们更要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提醒 还有警惕 也要向我们的上帝学习 我们该如何才能不去随从别的福音而离开它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通过使徒们传授的启示 并非由人所编造的 愿我们永远不会转向别的福音 也不会扭曲你的福音 愿我们永远不会抛弃基督的恩典 而受到咒诅 愿我们永远不会寻求人的恩惠 而只是单单渴望你的恩典 请你借着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每个人都按我们自己目前的灵命 还有处境做出逃你喜悦的回应 奉在我们心里成了得荣耀的盼望的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首先你知道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如何产生 福音又是如何传播的吗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 你就不能确定你自己是否已经折旧 而且可能会受到各种错误的教导的攻击 感谢上帝 我们在保罗写给加拉泰人的书信中能够找到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 保罗在加拉泰书开始就强调了他使徒身份的来源 我们仔细看 我做使徒不是犹豫人 也不是接着人 而是接着耶稣基督 于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上帝 因此保罗的书信中包含的福音 是具有使徒权威的 而受信人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中 访问过的加拉泰这个城市中的教会 那保罗为何要写这封信呢 当时加拉泰的教会 大多是由非犹太信徒组成的 而来自耶路撒冷的假教师 正在向他们传授别的福音 这群假教师 一群遵循犹太宗教习俗 并试图影响他人也这样做的犹太教徒 告诉加拉泰的信徒们 要得救 除了信耶稣 你们还需要按照摩西的律法 接受割离 对保罗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外邦人是否要遵守 犹太律法的课题 这是会让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的完整性 变得岌岌可危的灾难性问题 所以保罗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问候他的收信者 而是在简单的问安之后 就直接在加拉泰书一章三到五节 总结了福音 他指出 福音的核心就是 唯有耶稣 而不是律法 唯有耶稣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让我们与上帝和好 而保罗这简短的总结 就为加拉泰书这封信奠定了基础 那就是信徒们坚持福音和基督的主要信息 要如上帝的使徒所传讲的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来自上帝 而不是人 因为唯有上帝能赐下福音 并拯救我们 我们不能做任何的加或者简 更不能以任何的方式 为我们自己或为他人的救赎 做出任何的贡献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们看到在福音中修改内容 有多危险吗 这样做会让我们对上帝和救赎的理解 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所以接着下来 我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三个有关福音的问题 第一 一 为何别的福音会出现 第二 保罗所传的福音可靠吗 第三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福音是来自上帝 为何别的福音会出现呢 人总是喜欢能有其他的选择 或者能有替代的方案 所以针对福音 针对救恩而言 有人可能就会问 得救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吗 我们能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救赎 做出任何的贡献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问过 保罗通常在写信的开头 是先赞扬他的读者 赞扬他们有信心 他们群分 但在这封写给加拉太人的信中 却不是这样 保罗在加拉太用的是强烈的谴责 在第六节中 惊讶的保罗说到 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位 借着基督之恩呼召你们的上帝 而去随从别的福音 而在第八节 他跟直言不悔的宣称 无论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该受咒诅 为什么 原因很清楚 因为福音只有一个 一个来自上帝的福音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但是什么让保罗会如此的不安呢 这是因为加拉太教会 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有假教师正在传别的福音 在假教师所传的福音中 歌礼就是犹太人的歌礼 变成了得救的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 而信徒们也听从了他们 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教导信徒们 必须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 履行某些仪式之后 才会被认定为上帝的殖民 这些律法主义者 是在更改福音 是在宣扬别的福音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说什么呢 他们是在说 上帝在基督里的工作 还不足以使人得救 人自己的努力 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异端邪说 所以保罗对这些假教师 施以最严厉的谴责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以往所领受的不同 他该受咒诅 那当时使到保罗不安的状况 今天仍然存在吗 有人也许曾经告诉你 单单信靠耶稣是不够的 你的救赎需要通过特定的行为 你要遵守某些规则 你要有某一些特殊的经历 或者必须经过某些圣礼 来确认来补充 首先 这些补充本身 可能真的是对你有益处的 也很有可能是出于善意的 但听清楚 他们不是救赎的必要条件 无论他们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无论告诉你这一些的人 多有说服力 或者他们有多大的权威 我们都不应该允许 任何的东西改变福音的 一师一号 因为将那些对我们有益处的补充 视为救赎的必要条件 就是在挑战基督救赎的完整性 福音是关于基督之恩的呼召 恩典意味着我们得着救赎 是我们不必付上任何代价的 而我们也无法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 为我们自己或者为别人 取得救赎的救赎 所以对福音而言 人类想往有所选择或替代的方案 只不过是迎合人的喜好和幻想而已 因为恩典是上帝自发赐给人类的礼物 恩典的特点 首先是自发 还有慷慨 还有百百次与 还有完全出乎意料 并且是人们不配得到的 因此我们要效仿保罗的例子 我们只要通过坚持和持续宣扬 不受律法约束的福音来侍奉上帝 弟兄姐妹朋友们 论到福音 区分什么是有益处的和必要的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 你对福音足以拯救你的信心 是否就曾经被 所谓有益处的条件 削弱了呢 第二个问题 那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值得信赖的吗 加拿大书讨论的主要课题 就是福音的完整性 然而保罗以一段相当长的篇幅开始 从第一章的十一节 一直到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 描述他是如何成为使徒的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呢 他这样做 是因为犹太律法主义者 正在攻击他的使徒身份 还有他的教导 他们试图通过对保罗教导的来源 散播疑惑来诋毁他 他们的论点可能就是这样 保罗不是耶稣最初的十二使徒之一 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甚至不是信徒 而事实上 保罗就曾经迫害早期的基督徒 那么他所传的福音 还值得信赖吗 犹太律法主义者可能认为 如果他们能让加拿大人 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 那么他的教导 就不会像十二使徒那样具有权威性了 保罗已经在一章一节中 简要为他的使徒身份辩护了 现在他要为他的教导来辩护 保罗首先明确表示 他从基督的启示中领受了福音 而不是从人那里领受的 保罗强调他的信实和权威 直接来自上帝 这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因此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值得信赖的 上帝就是他的使徒身份和他的教导的来源 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 因为福音的权威就取决于他 我们可以相信圣经的福音 因为这是上帝直接向他任命的人显示的 而这些人也忠心地向我们传讲了 这来自上帝的福音 这些人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发现聘凑他们所宣扬的福音 我们的信心和救赖的基础 来自上帝 而不是人 今天在圣经 在上帝的话语中 记录了上帝救赎计划的完整启示 因此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衡量任何人的教导 就像比利亚人接受保罗的教导时 做的那一样 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 记录了他们如何热心领受这道 但也天天查稿圣经 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 所以当我们不确定我们听到的是否是别的福音 我们就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检验 弟兄姐妹朋友们 福音来自上帝 而不是来自人的聪明智慧 这样的福音才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知道圣经包含了上帝完整的救赎计划 那我们该如何装备我们自己来评估新的教导呢 我们怎么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来自上帝的呢 保罗继续在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讲了两件事 首先他去大马士革的经历 这经历表明他觉知归主和对福音的了解 确实直接来自耶稣 而且竭力压迫残害上帝的教会 以及为宗教的传统更热心的保罗 是绝对不会主动来到耶稣面前的 一定是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 才会促使保罗去到耶稣的面前 而在《使徒行传》九章就详细的描述了 让信徒文风上的扫罗 如何成为热情洋溢的宣教士保罗 保罗在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明确表示 彻彻底底改变他的是上帝 是上帝决定首先让耶稣向保罗写线 然后才任命保罗向外邦人传讲耶稣 这是保罗从母妇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呼召他的上帝 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保罗并不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不觉得有必要求助任何人来验证 包括当时耶路撒人的使徒们 因此他信主了之后 他就前往阿拉伯 避免了任何人的影响 他可能在寻求圣灵的指导 帮助他来重新审视他这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法利赛人已经非常熟悉的圣经 而现在在圣灵的帮助下 他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终于能够看到整个旧约都指向耶稣 就是他和其他犹太人一直寻而不得的弥赛亚 不仅如此 每一个人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都会只因为信耶稣就能得救 上帝把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心里 让他在外邦人中传扬耶稣 而保罗就没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 保罗对他收到的启示充满信心 对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威也是如此 因为两者都是来自上帝 所以他回到了大马士革 觉得没有必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之前 与其他的使徒们核对福音 保罗的教导既基于他亲身的经历 也基于知识 而这一切都不是人手所捏造的 而是牢固地建立在圣经和上帝的直接启示之上 保罗曾经热心遵守律法 他也迫害基督徒 但他现在却是一个传讲恩典 而不是律法的人 所以保罗是个活生生 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得救的见证 而他的福音表明的是上帝的宽恕 而不是上帝的谴责 这就是我们应该分享的福音 保罗的福音直接来自上帝 而他从迫害上帝的教会 到宣扬上帝的福音的转化 就是他所传的福音的美好且有力的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 福音对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呢 我相信当我们了解了福音的神圣起源 并经历福音的转化之后 必定会影响我们与他人分享福音的心智 阿们 现在就让我简单地总结 我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福音的三个课题 为何别的福音会出现 一方面是假教师的出现 但是有人愿打也要有人愿挨 如果信徒没有向往其他福音的选择 或者其他的替代方案 假教师又何从下手呢 那保罗所传的福音可靠吗 来自上帝的福音与圣经相符的福音 就是可靠的福音 那我们要如何确定福音来自上帝呢 我们自己 我们亲身经历了福音的转化 还有来自圣经的启示 会使我们能够确定 我们所相信 以及之后我们所传扬的福音 的的的确确就是来自上帝 那我们该如何传福音呢 任何人都不应该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来传福音 为什么呢 你可以学他的技巧 但是你不能够用他的故事 因为传福音的人必须有自己亲身的经历 还有你自己心中的确信 明白吗 任何跟你销售货品的人 如果他没有用过那个货品的话 你很难相信这个货品 对吗 更何况是传福音 你必须有亲身的经历 你必须有你心中的确信 所以保罗继续为自己辩护时 他再次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和福音 是不受任何人的任命 不来自人的智慧和教导 也不受这一切的约束 绝制悔改后的保罗 没有急着去寻求最初的十二使徒的确认 相反的 过了三年 保罗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保罗强调 他与其他使徒们的接触是很少的 除了耶稣的弟弟雅各 这就是为了强调他使徒的身份的独立性 而且为了反驳指控他的使徒身份和福音 都是人为的说法 保罗就借用了罗马的法律惯例 他在一章二十节说 在上帝面前说的不说谎话 这是一个严重且有法律 耶稣里的誓言 保罗现在认为 他的读者 绝对有必要知道 他写给他们的信中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上帝就是他的见证 他传的福音 不是人手所造的二手福音 他也不是耶路撒冷委任的使徒 保罗继续讲述他访问耶路撒冷后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在犹大逗留 并在那里花时间学习福音 而是立即向北出发 前往叙利亚和西利西亚一带 而他在那里一待就待了好几年 并且他与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联系 而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 延伸到犹大的所有教会 所以显然保罗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但是当他传福音的消息 传到这些跟他没有什么联系的人的耳中的时候 他们问道 你们没有听说 那将我们许多人赶出耶路撒冷的迫害者 现在成了信徒 而且传扬福音吗 感谢赞美主 他们并没有反对保罗的福音 并且认为他的福音 是与耶路撒冷使徒的福音 完全一致的 阿罗写道 尽管没有见过我的面 一章二十二节 但他们为我的缘故归于荣耀给上帝 一章二十四节 作为耶路撒冷分散的成员 曾经受过使徒教导的犹大教会 也许就是保罗的使徒身份和福音 真实性最有说法权的一群人了 但是保罗并没有寻求 而他们却给了保罗响亮的肯定 今天我们的呼召称 也是来自上帝 而不是人 叫我们去分享来自上帝的福音 保罗对他的呼召和他所宣扬的福音 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一样吗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会如何回应上帝 要你传福音的呼召呢 我祷告 请求上帝 为你除去 拦阻你传福音的障碍 并且赐你能力 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通过使徒们 传授的启示 并非由人所编造的 愿我们永远不会转向别的福音 也不会修改或扭曲你的福音 愿我们永远不会寻求人的恩惠 只是单单信靠你的恩典 愿我们全心全人都献给你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做你圣洁贵重的器皿 愿我们一生的意义 就是要活出这荣耀的呼召 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一生跟随你 而我们也相信 你丰富的恩惠 必充足地浇灌我们 使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充满莫大的能力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在我们心里 成了得荣耀的盼望的基督的名 阿们